今天是我海上漂流的第三天 这只鲨鱼还是没有放弃对我的袭击 不过我看它对我没什么胃口的样子 只是想吃木板 我就认它随便咬 咬完以后再放木板就是了 哎呀我第一次遇到喜欢吃木板的鲨鱼 骑了怪了 这几天我除了捡垃圾就是钓鱼 这个舌头都要淡出个鸟了 什么鸟 哪里有鸟 完了又杀一个 上帝啊 什么时候咱都让我回家呀 哎等会儿 那边是不是有一艘船 哦 哦 又救了又救了 哎船甲 赶紧做一个船甲 好嘞 接下来又是展现我臂力的时候了 别怕 船甲有耐久度就算了 我用那么多材料做出来的船甲 耐久度消耗的那么快 我跟你说 你最好是一个船甲就能滑到那艘船边上 哪还那么多废话 我还就是了 我那个擦 船甲流会说话了 哎 你别在下期视频里面 什么突然给我变成美少女就行 幻听幻听 冷静点 哎 我说你们两个人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视频里面闹鬼了呢 成天就给我整一些细细古怪的玩意儿 信不信我不干了 应该 他威胁我了 我不干了 哼 哎 好了好了 马上就要到那艘船边上 嗯 这艘船甲怎么着啊 没有人怎么还在海面上飘着 莫非是 你不要讲鬼故事 我怕 什么鬼故事 我说莫非只是一条物资船 船叫你快点啊 没想到堂堂脱落有事 居然坐起来海盗 哎 你怎么说话的 我这叫生活久迫知道吗 炸把架 马上就要摸到这艘船 哦 总算让我靠近这艘船了 我去 这艘船上面居然有那么多物资 哎哎哎 哎 不对不对不对 这艘船怎么就突然沉没了 哎呀 我不要喂鲨鱼啊 救命啊 哦哦 没有鲨鱼 没有鲨鱼 快回自己船上去 不是吧 你是魔鬼吗 哎呀 不行了 我的屁屁被咬了一口 我要 我要不行了 让我up一下吧 我还没摸过呢 哼 我早晚把你们俩给卖了 哎 完了 肚子又饿了 把仓库里面的烤鱼拿出来吃 一条鱼还放仓库 瞧你的 出酸样 哎呀 再吃一口甜菜根 喝一杯水 没想这海上的漂流日子 还挺不赖的吧 哎 不敢了不敢了 继续要鱼 哎呦 无尽的大海啊 我要续下一个愿望 让我明天洗过来的时候 多出一位美少女 在我边上 就没了 呃 可以的话 再来一把 再吃剑 我也可以接受的